嗨 大家好 今天想討論一個問題 是不是有車有樓的東西叫廢佬 躺平的年輕人就叫做廢青呢 首先我們香港人 都值得高興的 我們香港的代表劍擊 江文慧奪得金牌 無論網上評論 當然又有些是非 又分些什麼政見問題 無論是非 評論好 我都認為是值得高興的 應該放下一切的政見 或者有什麼意見 都應該恭喜別人 值得高興 我們香港人驕傲 真是香港人為榮 江文慧奪得金牌之後 當然有很多報章 在傳媒中有很多報道 當然也有報道他如何艱苦 奮鬥 如何鍛鍊 如何捱出頭 終於在奧運中奪取金牌 當然有很多例子的事情 說出來 我一直去看這些報道 以及在評論中 我挺喜歡看評論 而且我也說 評論中 什麼人都可以發表意見 千萬不要 不適合聽的 或者不適合自己的心意 就有敵意 就去爭論 我什麼都可以看 我看到有些文章 有些評論的說法 在評論中 當然有些是有政見的問題 即是批評 即是說他有什麼顏色 諸如此類 這些我反而不是很多去討論 我也不想在這裏說 這些各有各人的看法 各有各人的意見 但在評論中 我反而看到有些問題 我反而挺有興趣想拿出來討論一下 那是什麼問題 就是有些人在評論中說 例如 他當然可以學劍擊 當然家庭環境好 現在香港就剩下好環境的 有車有樓的 那些廢佬 他是我們年輕的 怎樣奮鬥都買不起樓 就算現在跌了價也買不起樓 就算以前奮鬥的 買到樓上到車 那又怎樣 現在又不是跌價 虧幾百萬 又不是做負資產 他說現在我們的理想 就是躺平 就是希望有一間廉租屋 好了 那我就想和大家去研究一下 是不是有車有樓 以前努力奮鬥的 現在的小康也好 中產也好 老一輩的 或者是過了五十歲 那些反正有車有樓 那就是廢佬 那就是廢佬 年輕 躺平的 是不是一定是廢青呢 如果我的見解 就是每個人 都有權選擇自己的生活 讓你過得舒適 是不是 努力奮鬥 以前 怎樣艱苦 他今天有車有樓 那我當然不認同這些 就是廢佬 是不是 不應該說這些說話 但是年輕一代的 任何什麼人都好 那你選擇躺平 那我也是 總之你自己生活到 那我覺得這個是 沒得去批評的 最緊要過得舒服 你自己認為 適合你的生活方式 那例如 我在YouTube好 在一些輿論好 都看見有些 喂 他也是過緊 喜歡去過一些田園生活 還帶著老婆子女 在Facebook 經常有一個 這個人經常發Facebook 在YouTube都說過 他就是在新界過一些田園生活 子宮子宮 可能不止一個 其實很多的 大家看YouTube都看到 很多都是過這些生活 有些甚至乎有年輕人 搬去南丫島 長洲 大嶼山 大澳 那些地方住 做一些小工藝 做一些散工 他養活到自己 很節省 那些很簡單的生活 那我都不覺得這些是有問題的 亦都不應該說他是廢青的 他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 他開心 他過得自在 沒有婦女人 沒有害人 我絕對覺得沒有問題 我對廢佬的見解 可能我也是廢佬 那我對廢佬的見解是怎樣呢? 就是有些已經上一年多了 是吧? 可能他又沒有什麼努力學習 或者在社會階層裡面 見識又淺薄 但是呢 他又當自己很懂事 很聰明 還將自己的價值觀成 去灌輸給別人 或者是用他的帽子 去戴上別人 去批評別人 那麼我覺得呢 社會是有這些人的 那麼他甚至乎還去批評年青人 他看不順眼 不是他的類型 或者不迎合他的意見 或者不迎合他的那個 或者他看不順眼 難聽說的就是 那麼他就去批評了 或者去仇恨了 去憎恨了 這些是其中一種廢佬 那麼另外一種是怎樣呢? 好吃冷飞 靠拿中緣過活 甚至在那些論壇 在那些年青人論壇裡面也有說 一家大小 拿中緣 但是呢 你去那些天水圍 比較 廉宗屋那裡 那些酒樓 下午成天爆棚的 為什麼呢? 就是一班拿中緣的 這些絕對是真的 因為我朋友跟我說過 我有進去這些地方去看的 可以說叫考察 在那裡一班什麼人呢? 就下午在那裡聚集 就在那裡喝茶 他們原來經常上網玩電腦的 就是講哪裏買電腦零件便宜 大家教大家 很好的 教你怎樣玩電腦上網 有些什麼資訊 又在那裡講一下是非 講一下明星 講一下那些YouTuber 他們很開心的 天天 但是一到四點多 就開始沒有人 就散了 為什麼呢? 就去街市買菜 買完菜 就回家吃飯 煮飯吃飯 所以他們的生活 是優柔過舒適過很多人 我認為這些是廢佬了 我回來香港的時候 我朋友跟我說過 我都故意去這些酒樓 順便喝茶 又聊聊天 考察一下 有些 當中裡面 在酒樓裡面 有些都是退休人士 其實在退休人士 都這樣說 我們退休 要省省省省省省 用自己的積蓄 撕自己的錢 有些就有政府津貼 不知道老人金 還是那些什麼金 這些我就不太清楚了 政府有一千幾百 給他們那些老人家用下的 他說我們也是用這些 他說那些拿中援的 舒適過我們 他們這麼年輕已經拿中援了 我們這麼老才叫做休閒下 還要省省省省省 他們真是舒服 真是享受 我又聽過這些 那我覺得 那類的真是廢佬了 如果我見解廢清 今天現在又說廢清 我認為廢清就是那些 好食懶非 有工作能力 他不願意工作 在家裡 吃父母 父母這麼辛苦賺錢 他還要求父母錢 在家裡天天打機 或者還要問父母拿錢 去買買他需要的東西 打機的東西 買球鞋 有些甚至乎吸毒 有不良嗜好 顧著玩 是吧 那這些 我認為這一類就是廢清 現在的社會 有小部分人 我又不要說大部分 有小部分人 以前 就是因為政見問題 在社會運動當中 大家 你抨擊我 我抨擊你 廢佬 廢清 現在就不同了 現在總之 我看你不順眼 你是年紀大的 就是廢佬 我看你不順眼 你是年輕的 就是廢清 而一個社會 就是充滿這些負能量 大家互相攻擊 互相去詆毀 那又何必呢 其實這樣大家都不開心 而且在輿論裏面 亦有很多人喜歡看這些 很多YouTuber在這裏 評擊人 嘩 說到青筋都燃 嘩 說了粗口 指名道姓去奏 很多人去看 亦都有各有各的擁護者 因為你看評論就知道了 那這些事情 其實對社會好不好呢 其實是否社會問題 那些人現在真的沒有發洩 難得有一個人去罵 罵什麼都好 總之就是罵 為反對而反對 為罵而罵 為針對那個人 來針對那個人 那些人就在這裏 寫下評論 發洩一下 看見有人在這裏 那麼激烈 嘩 青筋都燃 那就很開心了 又可以自我滿足 去自我安慰 去發洩一下 那我就有時候看見這些 我就說真那句 我就很反感的 我一看到有時候 這些真的反感 我就不看的 說回一個正題 總之廢老好 廢青好 總之各有各生活 各有各精彩 是吧 年青人 要過什麼生活的 他沒有負累人的 上年紀也好 或者長輩也好 成熟的人士也好 就不要去批評那麼多 是吧 如果他願意聽的 就大家交流一下 討論一下 不願意聽的 他正在過他的生活 是不是 沒有負責你 沒有量負責你 那就不要管那麼多 那麼年青的 喂 如果你自己選擇你的生活 你過得舒適的 那就好 但就不要說去批評家人 好食懶非 有些還有不良嗜好 只顧著打機 甚至乎又去加入黑社會 那這些 我也不想說 那不是廢青是什麼 難道你還是年青有為 還要鼓勵你 喂 喂 問爸爸媽媽拿多點錢 問他拿錢買東西 你不用做 不要做 問爸爸媽媽拿 另外有一些 他在網上說 他的希望 就是想有廉租屋 那麼努力奮鬥 做什麼 有人聽見不去理解 可能會很反感 我去理解一下 有時候去自己分析一下 所以什麼用我包容的心 不要一下子不順眼 或者不合聽 就去 哇 先仇恨了 如果我去理解 這些年青人的心態 他都是覺得 因為拿廉租屋 是有入息限制的 如果他的人工 超出了那個數目 他就申請不到廉租屋 所以有些年青人 他覺得 我努力奮鬥 又是買不到樓 那我反而 隨便有份人工 我夠生活 不超出那個上限 我拿了廉租屋 有得住就更好 因為現在住這個問題 真的很困擾 真的很大 很大壓力 現在你出去租層樓 沒有租層樓 租一個劏房 都說要 四五千元 那些很惡劣的 很差很差的環境 你要好一點的 無論如何都要六七千 如果租層樓就過萬 這些是人都知道 所以很多年青人 他不如不超過那個入息 反而可以低入息 他還可以拿到廉租屋 還有一個機會 所以有時在網上看見 有這些評論 或者發表的意見 當然有人不順眼 但我看上去 又有情有可原 他們的想法 當然有些是很努力 很奮鬥 很有抱負 他的目的 不是恆家連租屋 但是每個人的條件 每個人的思想 每個人的能力 唉 一樣米樣八樣人 不可能人人一樣 如果這個世界 每個人一樣 這個世界就沒有窮人 哪裏有高低之分 雖然說 社會人人平等 這個世界 是盡量互相尊重 互相大家 不要去看小 如果在大陸社會工作裏 怎會沒有高低地位之分 如果沒有的 那亦都不公平 是吧 努力的 他應得到的 是應該受尊重的 喂 不努力的 你沒有得到的 人家尊重你就是給面 是吧 不尊重那些 唉 那你也不怪人 總之 無論努力奮鬥的 或者 躺平等廉租屋的 始終都是要努力工作的 譬如很多茶餐廳的 那些有阿姐 努力工作的 在街上掃地的 那些他都是努力工作 甚至乎 為靠自己能力去撿紙皮的 那些老人家 我認為這些努力工作的 我們都是要尊重他們的 但是 如果你說躺平的 躺平到這裡 好食爛飛的 又不願意工作的 去工作的 老闆說你兩句 或者別人批評一下你做事 你又說別人是廢佬 又說別人找你笨 那這些 好食爛飛 這一種躺平 那不要說什麼了 你叫我廢佬都這樣說 我就一定一定不尊重這一種人 我是相當理解 現在年青人的生活是很艱難的 好像沒有了希望 沒有了將來 那樣 因為我都認識幾多年青人的朋友 我可能我的人比較開朗 比較活躍 我身邊也有很多年青人的朋友 我都會常常喝酒 聊天 嘻哈哈 我又不會擺起老 難聽一點 老屎乎的姿態 我又很講得笑 所以都很了解 年青人的內心世界 他們的想法 我有些想分享一下 以及大家如果有緣看到這條片 希望有年青人看到 我純粹真的討論一下 並無說有什麼主觀性的態度 或者是有什麼評擊的態度 社會現在 賺食是艱難了 是不是真的這麼絕望 是不是真的這麼完全沒有希望 除了不要說 在有時Youtube 不是我說的 大家在Youtube可以看到 有很多年青人 他都會自己做些小生意 做飲食 或者兩個情侶 或者夫妻拍檔 他們都會有出頭的一天 當然會有失敗 或者又會經歷很多困難 很多挫折 那當然不是說 一帆風順 那麼容易 每樣樣那麼容易 這個世界 唉 我叫了我的親戚 我的兒子 出去做生意 那不用打工 捱得那麼辛苦 對吧 當然會經歷艱苦 但一樣會有機會 好像我身邊的年青人 我舉例一個 我是有玩電單車的 認識到一個年青人 他十幾歲就學師了 學整電單車 打工 一路熬 終於自己慢慢慢慢 就儲到一些錢 那麼家人又幫了他的錢 幫了他幾萬元 他就在油麻地 就開了一間 新田地街 開了一間 修理電單車店 一路熬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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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做得好 那麼他疫情好到現在 他現在說差了 那麼他也很好 起碼養妻活兒 還可以參加很多車隊 經常去旅行 去玩 又可以工作 不要說發達 起碼過緊優柔的生活 又可以供樓 其實很多事情 是每人的滯愈 運氣 機會是不同的 但是 是不是真的這麼絕望 是不是真的完全沒有希望 我發這張圖片 大家都看到香港 哇 高樓大廈 大家有沒有數過有多少棟樓 那當然是數不到 但是大家有沒有試過去尋思一下 去找一天 他站在一個高處 看在香港的樓下 無論哪一區 18區 不要說半山有錢人的樓 你去青山道好 深水堡好 觀塘好 荃灣好 每一棟大廈 裡面有幾多個單位 我相信現在一棟樓 最少超過100個單位 是不是 每一個單位裡面 有幾多個成員在裡面的生活 是不是 一個單位就只是說 一間屋裡面 例如你們自己的家 有父母或者自己夫妻住 或者自己住 或者和子女住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生活 不同的經歷 不同的事情 那麼香港你說 18區有幾多棟樓 包括廉租屋 包括私家樓 一棟樓裡面 有這麼多個單位 每個單位 有這麼多個成員 各有各人的故事 那是不是真的這麼絕望呢 是不是真的住私家樓 那些就是廢老呢 全部 是不是個個躺平的 就是為廉宗屋 就一定是不好呢 是不是住廉宗屋 那些一定是廢青呢 那我當然是認為絕對不是啦 難道住私家樓就是廢老 連租屋那些也是廢老 也是廢青 那些沒有用的 那我當然是不認同啦 詳細一點 說說我小孩子出生 那時候 那個年代開始 在我們那個年代 雖然說樓是很便宜的 那我老爸那個年代 我聽過 好像說 幾萬塊都說有層樓的 就是我老爸那個年代 那些我不知道 我小時候都是聽回來 那到我長大了 我出來社會做事了 那時候大角咀 大角咀的樓 真的几十万也有一层 四五十万 到后期就九十一百万 就买到 但现在大家听说当然很便宜 但在那时候 我们也觉得是天价 我也觉得很贵 因为那时候我学师 只有五百元工资 包两餐 到我后期 踏足社会工作 我也是千多元工资 然后最高加到 两千多元工资 我也是几千元工资 在我来说 四五十万一层楼 我也觉得是天价 希望有朋友 有年轻人可以有缘 看到我这条片 也有心思 有耐性看到这里 我又分享一下 我小时候 小孩子 我和家人 父母 住在石劫尾 石劫尾那时候 肯定没有念租屋 我们叫好一点 就住在石屋 下面是石 上面都是木头 鐵皮 但是 整间木屋也会好一点 有些木屋 如果一吹就吹了 那我们石屋就好一点 最好吹了个顶 吹了个顶 但是呢 一到落大雨 一年起码有三 不要说三两次 我记忆 记忆到三几次 其实真的不止 就一定会水浸 一浸呢 就是我们住在木屋区 或者平民区 就一定会水浸 那我们水浸的时候 小孩子很开心 整天出去捕水玩 老鼠浮过来 我们又找些东西捕老鼠 玩 那时候我们小孩子 就不觉得什么 因为那时候 每个人生活都是这样 反而觉得很幸福 有时候父母上班 就会放下我们 我们又会过隔壁 士多士多 会看着我们 又会给一些东西 我们吃的 甚至乎吃得多 有些回来 就会跟我 老爸老母拿回钱 哇 你的儿子吃了很多东西 吃了这些吃了那些 我妈又会给他们 以前的生活 其实都很艰苦 父母一定要做事 有些大男人主义 就不会让老婆做事 那些男人就很负起责任 宁愿自己去捱 也不让老婆做事 就在家看着子女 那时候又有一些加工工厂 乱乱教教的 我们住那些 无屋区 石屋 那时候应该叫平民区 那些地方 有一些加工工厂 骚髒 但是个个都相处得很好 大家很合作 又不会怕偷东西 那时候哪里有锁门 又有很多白粉道人 我们以前叫白粉道人 现在叫道友 或者吸毒者 总之乱乱教教 什么都有 我想我宁愿石劫尾那里 和九龙城寨也差不多了 就算没有它那么差 也差不多了 但是后期 火烧石劫尾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如果老一辈就应该知道了 火烧石劫尾 就很糟糕了 有些人还说 有人特意去放火 想烧它 然后就重建 诸如此类 这些不知道 就谣言 终于 就真的 总之 就烧了很多 很糟糕的 很多无家可归 躺街 是真的躺街 躺街 躺街是做什么呢 是因为真的没有屋住 去等接济 后期也是一样 一些学校 或者有些地方 让你们睡 让我们睡 但是也不是完全可以收纳 有些都是要躺在 譬如学校 收纳 多少 有些分配不了 躺在楼梯 躺在学校的门口 总之乱乱教教 后期政府才建的 叫做七层 七层 即是早期的廉租屋 即是大家一起用厕所 要一起出去用厕所 可以在外面洗衣服 有些年轻人 可能都会见过 都会知道 跟现在的廉租屋 当然没得比 现在有些廉租屋 那个环境 例如牛池湾 我看到有年轻屋 真的好像高尚住宅区 现在的廉租屋 有些一定比私家的纳米楼 以前买了纳米楼 那些 五六百万 六七百万 现在跌到二百万 那些 那些肯定是 真是 哇 不要说扔什么 真是全身都摔寻 真是谷气 是吧 所以这些我是明白的 但是人有德有失 没有办法的了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每个年代 都有每个年代的困苦 我们那个年代 其实都很困苦的 不过那时候 我小时候 所以那时候 我回忆回 我反而觉得 都挺开心的 和隔离轮 左右论利 和小孩子一起玩 大家有时 如果去看一些粤语残片 去看一些什么 谭兰卿 新马仔 邓记晨 看那些粤语残片 大家就可以 回忆到 或者看到 我们过去 或者你们 上一代 上两代 过去的生活 是啊 真的抄回粤语残片 看看 可以了解多些 过去香港人 以前的生活 是慢慢如何起家 慢慢每个 是靠什么 如何捱出来 到后期一路 由一个渔港 接着发展到 一个家工业 工业 接着到商业 商业 接着到金融 发展到今天 那现在香港 当然我承认 是倒退 是不是 倒退得很紧要 如果和金融贸易 发展到金融贸易 那时候的成就 以前是亚洲四小龙 以前是亚洲四小龙 我想 唉 现在 都改了英文 叫做什么 洞 不是Jergan 现在什么洞 大家心照 什么洞 不经不觉 都说了很久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 有来性看到这里 不要紧要 我发片 都是希望 说一下自己的心声 如果有一个 两个 有一两个 两三个 可以有来性看到这里 我都已经很开心 还有我的 订阅 或者我 订阅 订阅 也不是很多 我也是 有感而发 说一下 总之 希望大家少些抱怨 少些敌意 少些针对人 唉 对自己无益 快快乐乐 生活 好过 有时候 我在Youtube看到 有一个 好像叫野人 其实不止 他一个 很多人都选择这些生活 去过田园生活 一家大小 他真的就是 过自己的生活 不理人 就算我看到 访问他 他都没有说 烧命 没有说自己的生活是最好的 人家怎么怎么 没有 他没有说别人什么 你问他 他就是说 现在他的生活 是这样 他觉得开心就可以了 其实我也想 譬如你们会问 想你就不去过 其实很多东西 不是说 善无人为归善无人 我想 但是也要很多东西 能力有限 我去住 不是只有住在一个新界里面 在田园生活 你又要有这样的体力 又要有这样的能力 去种植 去自工自给自己 不是说住了进去 睡在这里 那便可以的 我自己的能力条件 不到 今天只能够 善无人 是吧 不要说 又说去批评 傻的 又怎么怎么怎么 没有意思的 那好吧 我希望大家 最重要 各有各精彩 少些抱怨 少些针对 祝大家身体健康 生活愉快 拜拜